每一颗鸡蛋加价15元到20元的新台币对吧 对于民进党的官员来讲可能确实不算什么 我不了解为什么国台办的发言人会讲说我们每一颗是15到20块 希望我们的权力国民对于这样的认知的作战不要轻信 每一颗鸡蛋加价15元到20元的新台币对吧 对于民进党的官员来讲可能确实不算什么 但是对于台湾的老百姓来讲确实关乎他们的日常生计和一日三餐 我们奉劝民进党当局真正从民众的福祉出发 把民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 及时的回应民生的关切和诉求 我们现在的这一个产地价格一台金42块半 一台金大概10颗 所以一颗的产地价大概就是4块2 但是到批发的话现在是52块 所以等同每一颗的批发价格是大概5块2 如果经过席选到超市大概一颗6块多 所以我想这一个价格的所有的资讯 大家应该都是非常的清楚 那我不了解为什么国台办的发言人会讲说 我们每一颗是15到20块 所以我想说如果这样的话 那是不是将来国台办很多的资讯 可能要针对我们国家的这一个部分的相关资讯 可能要更了解 或者会变成是他将来的这个相关的发言 我们都会保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疑问 我们政府会积极的来进行鸡蛋的专案的进口 而且来协调这个加工业者来做调节的调度 并且来增加鸡蛋的生产 那我相信呢我们很快的就能够把这个问题 在3月的时候得到解决 那至于呢把这个国内缺氮的问题 作为这个认知作战 我相信我们国人呢都有很高的智慧能够来辨别 那我也在这里希望我们的权力国民 对于这样的认知的作战呢 不要轻信 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这一个鸡蛋的调节呢 我们一定很快的就能够到达我们的目标